日本拟在云纳国岛部署电子战部队 以便在台湾海峡与钓鱼台出现紧迫情势时 加强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1月8日前往日本准航母出营号视察 对F35B隐形战斗机起降该舰试验后的甲板情况进行查看并确认 同时日本媒体还模拟一张出现台海危机时的图片 透露出日本政府的动向 日本防卫省决定在冲绳县与纳国岛 现有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增加部署编制约70人的电子战部队 以便在台湾海峡与钓鱼台出现紧迫情势时 加强情报收集能力 并设定目标日期为2023年底完成部署 日本防卫省2022年度的预算概算要求中编列约31亿日元 约合2739万美元 在与纳国岛建造电子战部队的办公室与宿舍等设施 日本增加部署的电子战部队人数约50至60人 加上陆上自卫队设施科员10人 全部编制大约为70人的规模 日本冲绳时报指 日本电子战部队配备车载型网络电子战系统 可以进行电波收集 分析和敌方通信干扰等功能 另外 日本空中自卫队也计划于2022年度 在与纳国岛部署20人规模的移动警戒队 从而使在与纳国岛的常驻陆空自卫队官兵 从目前的160人增加到250人的规模 视察结束后 安心部队媒体表示 为了应对当前安全保障环境 为保护我国的领海和领空做准备 在推进防卫政策的层面上 实现F-35B在海事战舰上起降 这个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初云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两栖攻击舰艇 为达成允许F-35B在甲板上起降的目标 初云号正在进行航母化改装 NHK指 按照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 目前初云号的第一阶段改造已完成 提升飞行甲板强度和耐热能力 并按美海军的规范绘制攻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飞机起降的黄色中心线 第二阶段改造即将转开 包括改变舰体甲板形状以及内部系统重组等 预计2025年完成全部改造工程 准航母初云号目前驻国在日本神奈川线 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 日本启动同级战舰加贺号的航母化改造 预计2026年前完成 这意味着届时日本将实现双航母配置 台海紧张 日本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 也因此成为焦点 目前日本政府已针对若台湾出事 日本遭受波及的情况进行模拟 产经新闻在推特上展示一张模拟图 图中显示 日本政府认为中共若武力犯台 可能会从台湾西部进攻 并侵犯钓鱼台和美军在冲绳的加首纳基地 但攻击会被挡在第一岛链内 因此必须从台湾东部进行 在台日本人的撤退行动 新首相岸田文雄 10月13日在参议院会议上曾表示 我将不会回答台湾紧急情况 这一假设性问题 为了能够适当应对所有试探 日本平常就持续对此深思熟虑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